我个人有一个外号呢 我时常会在社区内去看一些车主交流 我时常看到两类车主在吵架 有一类车主表示呢 涡轮增压引擎很好 动力响有耗低 另外一类车主表示呢 这个涡轮增压 Maintainment Free 很高 所以不能碰 那么涡轮增压引擎的保养费用 是不是真的比较高呢 我作为一个涡轮增压的车款呢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你们的按赞就是我们的动力 我发现在社交媒体上面呢 有一个情况就是讲 如果今天你讲到Turbo车款的 保养费用是比较贵的话 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人来骂你 你会不会车的哦 什么年代了Turbo哪里会贵 不过其实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啦 涡轮增压车款的保养费用 确实会比自然进气引擎高一点 以我个人的经验呢 当我送车子去保养的时候呢 维修员通常他们会建议你 用品质比较好的引擎油 为什么那是因为呢 通常涡轮增压车款呢 它的引擎温度会比较高 所以机油也需要比较耐高温品质好的机油 他们会建议你如果用这个黑油的话 对于引擎的保护是比较好的 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 我个人会去选择这个品质比较好的机油 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 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 他们就会用这个盐浪一般的机油 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看你个人怎么去选择 当然你选择品质高的黑油 价格也会贵一点点啊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第二个关于涡轮增压引擎的点 就是有一些车款它是具备了所谓的 A-B Service 什么是A-B Service 例如讲你的车子可能在 一万半年的时候要进行保养 可是你走到七千里数的时候 它就会提醒你说 它侦测到你的引擎机油变质了 提醒你去更换 那么在你在七千公里 你更换了引擎油之后 一万公里 其实你还是要去更换多一次引擎油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A-B Service 所以因为这个情况的出现 可能会导致你保养的次数更多了一点 所以你的保养成本也会稍高 但是 同样的 这个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遇见 像我本身我的车子已经开了一年 我并没有遇见过A-B Service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根据个人的驾驶 还有你哪天走的路况呢 去评断的 不一定会遇到这个A-B Service 但是 这个是考虑的范围之一啦 接下来第3点 这个是我的朋友经验之谈 因为这一个情况是一些 欧系的涡轮增压车款市场遇到的问题 就是引擎周边的一些零件 可能讲是一些 油管啊 一些管子的东西 或者是其他的部件 因为涡轮引擎是比较高温的关系 所以导致这些零件的老化跟消耗 其实会比较快一些的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比较快老化就代表着 你更换零件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这些也是一些额外的保养成本啊 当然同样的也不是每个人遇到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保养 我的身边有几个开 欧系涡轮车款的朋友 有一些他们从买车到卖车呢 车子并没有遇到其他的问题 有些买车之后呢 两三年后 他们就会遇到一些零件老化 可能是油管漏油 something like that的问题 所以 这个同样的也是看你的NASEP啦 当然以上我讲到的几个重点 都是涡轮增压引擎潜在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 也是导致涡轮增压车款呢 它的保养费用会比起自然进气车款贵一点的原因 但是实际上呢 根据我自己的调查啦 就是我的车款跟一些自然进气的车款相比呢 他们的保养费用呢 每一次维护大概是 价差大概100块里面 对我来讲其实并不多啦 因为其实这100块 你可能只是花在一个比较好的引擎油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才是值得的 当然重点是如果你以现在的这个涡轮增压车款呢 去对比一些性能的涡轮增压车款呢 保养费用其实是差天隔地的 我们并不能用这个性能车款的保养费用呢 去评价这个家用的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一点要提醒各位的就是 我们现在买到的涡轮增压车款呢 基本上都是家用的设定 也就是讲它给你一个比较轻快的起步 然后在你高速巡浪的时候 你要超车是比较方便一点点 所以呢它并不会像那种性能车款这样子 把它的调教推到很极限 推到极限的代价就是你的零件消耗会比较快 涡轮增压如果是家用的话 基本上很少会遇到这样子问题 除非你每天用你的黄金右脚去绕它 那么你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像我一样每天就是单纯的家用 每天就上班下班 然后有时候回家的话 那么你的车款极少数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其实保养费用呢 家用的涡轮跟性能的涡轮差别还是很大的 这一点各位要注意 还有一点就是日系的涡轮 例如讲Honda的车款跟Nissan的车款 还有这一个欧洲的涡轮相比呢 他们的照顾方式也不一样 因为欧洲的车款可能是气候的问题 导致它在马来西亚会面临比较多冰痛一点点 所以他们可能会让你比较头痛一点 所以我建议各位 大家想入手涡轮增压车款的话 那么你就要先去做一些research 看一下这个车款是不是你符合的来的 因为有时候不单单只是金钱的问题 还有这个时间的问题 可是我必须说如果你选择的是家用的涡轮增压车款呢 其实问题并不多的 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开Bujord 很多人开Forcewagon 基本上引擎都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啦 所以呢 建议各位如果今天你是要买 沃轮增压车款的话 可以多多加入这些车主的社群去了解这个车主的情况 听人家讲的话 倒不如自己去做研究 你说对不对 好啦以上就是我这一期的经验之谈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类型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